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里是福建省长乐市的张岗镇平阳村 2013年2月9日那天是除夕 凌晨三点钟 村里的王家大院里一片寂静 人们都还在睡梦之中 突然院子里传出一阵敲击的声音 他就去看一下 发现下面有人在敲我们家的窗户 王成峰的家位于院子中间 在这个大院里共有六户人家 都是同族亲戚 分别住在不同的楼里 发现三更半夜有外人闯入后 王家大小十几口人都被喊了起来 这是王成峰的婶子 他当时也透过窗子看到了院子里的人 王家人怀疑在院子里东看西看的这两个人是小偷 其中一个人手里好像还拿着什么 要过年了可别出什么事 于是分住在不同楼里的王家人通过电话约好后 一起冲到院子里大喊捉贼 这么多人说贼在哪里在哪里到处找 他是找不到 一起冲到院子里却没发现小偷 大家便开始满大院里搜寻 花坛里汽车下楼前楼后各处都搜遍了 也没看到小偷的影子 当时夜很黑 院子里的光线也暗 小偷能躲到哪里去呢 这时突然有人喊小偷在楼上 小偷上到了楼顶 于是家里的几个男人急忙撵了上去 可男人们爬上了楼顶 小偷却又没了踪影 正在大家纳闷的时候 只听见院子里传出砰砰的响声 好像是有人落地的声音 人们寻生过去 发现一个男人摔倒在地上 满头是血 各位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金人说法 眼看就要过年了 这深更半夜的院子里边进来了人 是要偷东西还是另有企图 其中一个还摔到了地上 这大过年的碰上这种事 这家人真够倒霉的 可接下来的麻烦事 还远不止这些 王家人赶忙查看摔在地上的这名男子 这个人满脸是血看不清面目 就在这时 有一个人影从王家大院的旁门跑了出去 但这时王家人已经顾不上追了 王家人猜测眼前这个满脸是血的人 是从楼上跳下来时摔到这里的 男人们走进了一摸 已经没了气息 这可把众人吓坏了 赶紧打电话报了警 没一会儿 常乐市公安局张岗派出所的民警 并赶到了现场 那我们到现场的时候 这个人的话 头部是在这个位置 是在这个位置 脚的话是在这个位置 民警勘验发现 这名倒在地上的男子30岁左右 因头部受到撞击 导致重度颅脑损伤已经死亡 除头部外 男子身上并没有其他伤痕 王家这栋楼的楼顶距离地面有7、8米高 民警判断 死者应该是从楼顶坠落受伤死亡的 同时在大院的花坛里 以及院墙外的地面上 也发现几处不同脚印 根据脚印分析 当晚进入王家的应该不止两个人 三个人中有两人跳到地面后逃离了现场 而死者则在跳楼时发生了意外 很快警方查证 死亡男子名叫龙东国 贵州人 有犯罪千刻 综合各方面情况 警方估计 当晚死者连同两名同伙 潜入王家大院 是去盗窃的 小偷夜闯大院 还闹出了人命 王家十几口人为此是忙了一个晚上 都没睡好觉 等警察勘验了现场 询问完情况 已经凌晨五点多钟 想到这天是除夕 王家人觉得大过年的 赶上这种事 特别的晦气 越是不吉利的事 越得赶紧处理 王家人是做生意的 也挺在乎这些 所以警方的勘察取证 工作一结束 王家人首先考虑的 就是赶紧把尸体搬出去 很快警方联系着 殡仪馆的人到了 但是尸体该按照 什么样的路线运出去 在当地可是有讲究的事情 第一我们是农村 第二个我们也是讲迷信的人 不喜欢这个尸体 从自己的大门 比如说从这里大门 走出去不喜欢 按照当地的风水和习俗来讲 大过年的尸体是不宜从正门出去的 最好连各家的家门都别经过 但不过家门 不出正门 又能从哪出去呢 这不是小事 一定得处理妥当 于是王家人凑在一起商量怎么办 这时候 王成峰的沈子提出了一个想法 王家共有兄弟六人盖了六栋楼 一家一栋 周围系上墙围成一个大院 小偷的尸体离正门有数十米远 正门是绝对不能走的 既然这样 那就只能从侧门运出去 而距离死亡小偷离得最近的 是位于大院东边的一株侧门 现在看来 如果从这里出去 就可以不必穿过整个庭院了 商量好从东侧门往外搬运尸体后 王家人开始手忙脚乱的准备起来 他们面临的首要问题是 这扇门怎么打开 因为自打建好房后 东侧门几乎就没用过 由于多年不用 门关的很紧 连锁都锈住了 男人们从院里推了半天 都没能推开 王家几个年轻力壮的人 就决定绕到外面 去撬开这道门 这时已是凌晨六点左右 天光渐渐放亮 王家人看在眼里 急在心里 除了这种事 要尽快把它处理了结 我们就大过年了嘛 这轻力量就算除夕了 一定要赶在天大亮之前 把尸体运出去 王成峰和几个家人 手拿工具 绕到大院的侧门 而王家的这些举动 也很快惊动了邻居们 跟王家一强之隔的邻居是林家 一大早天还没亮时 他们就看到王家门前景灯闪烁 一堆人从王家进进出出 就知道王家出了事 再一打听 才知道是院子里死了人了 村里人越聚越多 都在王家大院前想看个究竟 这么一来王家人更着急了 王家在当地经营着一家企业 也算是比较体面的人家 这种是别人议论的越多越不好 无论如何 得赶紧把这个门打开 把尸体运出去 正当王成峰用锤子准备砸门时 突然有人把它拦住了 回头一看 正是隔壁的林家人 林家是四个兄弟 盖了这栋二层小楼 林家小楼和王家大院墙之间 紧隔了一条窄窄的通道 要搬运尸体出侧门 就要通过这条通道才能出去 林家人当时已经知道王家的想法 他们不干了 林家的三个人拦在了王家侧门前 不让王成峰开门 他们说 两家之间的这条通道 是他们林家的地儿 王家人把尸体从这门里搬出来 走这条路 他们觉得不合适 林家人觉得王家不是只有这一个门 除了正大门外 在西边还有两个门呢 干嘛非要从别人家的路走 林家事后带着记者 看了王家西侧门外通道 把尸体从这里运出来的话 路又宽又好走 然后这里旁边有很多侧门 林家认为 王家有好路不走 偏偏要从小路运尸体 把汇气传给别人 他们坚决不答应 而林家人当时的这种反应 也让王家人感到意外 为此王家人解释说 因为小偷尸体离这个门最近 所以想就近班 王家还强调 这条小道是两家公用的 不是林家的院子的一部分 他们家也有份 两家人最后吵了起来 越吵越激烈 谁也不让谁 看到两家争执不下 在场的民警和村里人都感到为难 村之书也在现场劝驾 关于两家人 为什么会在通道这问题上僵持不下 村之书心里其实是明白的 村之书说 两家的矛盾 其实早在十多年前就埋下了 当年在盖房子的时候 两家之间要各留出一部分距离 作为中间的共用通道 林家说王家建房时 把地都围进了大院里 但是王家说 他们已经留出了一部分 那时两家就闹得很不愉快 当年的事谁是谁非 村里人也都有过评判 也是由于那场争执 王林两家虽然是邻居 但一直不怎么说话 也不来往 而争执的这条通道 王家人几乎从来不走 这么多年过来了 两家人倒也相安无事 没想到现在 在搬运小偷尸体的问题上 陈年旧账又重新被提起来 两家都顾忌和在乎的习俗 谁都不让步 王家要往外抬拾手 林家堵住门就是不让 就这样一直争了快一个小时 村支书和派出所的民警 一直在现场劝谐 我给他说 你两家劝谐到了 你帮他去做劝谐 你要吵架的时候 你给我 两边都给我打了 你算了吧 在众人的劝谐下 双方的伙计才稍稍平息 时间在争执中 已经过去了近一个小时 扫上七点多钟的时候 在民警和村干部的劝说下 王家人最后妥协 放弃了从东侧门运尸体的想法 改将尸体从西边的侧门抬走了 搬运尸体的事就这么过去了 接下来大家又开始各自忙 或者准备过年 但仅仅几个小时之后 警方又接到报案 说王林两家又出事了 这回出的可是大事 当天中午一点钟 接到报警的公安人员 赶紧赶到了事发现场 看到的是愤怒的林家人 同时映入眼帘的 还有倒在地上的一位妇女 受伤的人是林家的母亲 49岁的刘凤金 看样子伤势严重 刘凤金被紧急送往医院抢救 民警看到林家门前的地上 还有一些血迹 一辆轿车顶在门前 铁门扭曲变形 门前一口钢也被撞破了 林家人说 这一切都是邻居王成峰 带着一伙人干的 这是公安人员才知道 就在他们赶到的几分钟前 两家人刚发生了一场 剧烈的冲突 那是在当天下午的一点多钟 林家人说 当时他们全家人 都在忙着准备着年夜饭 所有的人都以为 上午那件不愉快的事情 已经过去了 正在这时 听见门口传来 砰的一声巨响 他们急忙跑出去看 林家人发现 一辆灰色轿车 静止撞在自家门口 大过年的 谁会把车顶到门上 正在纳闷时 从车上下来一伙人 为首的 正是上午和他们吵架的 邻居王成峰 他们说 这时候 王成峰说了一句话 跟着王成峰一起来的人 林家人不认识 看样子像是社会上的 不管怎样 平白无故的被撞坏了门 林家人不干了 他们跟王成峰一伙人 吵了起来 村里好些人听到动静 也都过来了 大年上死了 吵什么好 回去回去 算了 村民好不容易把双方拉开 王成峰也被闻讯赶来的 王家人拉走了 这时 和王成峰一起来的一名男子 试图把车开走 很多人在阻廊 不拉车就开走 手上都拉了工具 林家人觉得 王成峰带人来寻衅 还把门都撞坏了 不能就这么完了 得叫村里干部来 平平礼 就这样双方又开始吵起来 本来已经被王家人拉回去的王成峰 这时又从院里冲了出来 场面一下就乱了起来 随王成峰一起来的七八名男子 从车上拿出渡星馆 上前和林家人打了起来 不开枪 人很多 都是拿那个渡星馆 铁棍 铁棍 直接往头上 铁棍都是打头后面 混乱中 刘凤金被人打中头部 当场晕倒在地 林家的五六个人也被打伤了 现场村民纷纷上前拉架 有的也受了伤 整个打斗的场面持续了两分钟左右 眼见事情闹大 打人者随即上车离去 王成峰为什么要带人到林家闹 警方来到王家找王成峰的时候 王成峰已经没了踪影 跟王成峰一起来的人 也不知道跑到了哪里 林家人想不明白 上午跟王家的事情已经过去了 王成峰为什么要没完没了的纠缠 本来除夕夜全家人有很多计划 可现在母亲却躺在医院里生命垂危 还跟我们说吧 早点做菜早点吃 烧香嘛 要那个祭司 那个祖先啊 什么的吧 成家一起看春节王会 还跟我们说的很好 就是想到人家 王家人这样 除夕夜村庄里鞭炮齐鸣 家家户户 都在欢天喜地的过春节 都在包饺子吃年夜饭 唯有王林两家人沉浸在悲痛 惶恐和不安中 家家户户都点着灯笼 开始热腾腾地吃年夜饭 他们两家一家在医院 才就另一家人跑路 感动房子灯笼暗得很凄 看起来非常凄凉 这是从医院里传来消息 欧窦中受伤最重的 林家母亲刘凤金 经抢救吴小死亡 孩子们说 母亲早年非常辛苦将他们拉扯大 好不容易现在日子好些了 应该想点福了 谁知大过年的却死于非命 2月9日的除夕之夜 对林家人来说 成了亲人的忌日 除夕之夜 林家人守在医院 因为母亲被人打死了 全家人都沉浸在巨大的悲痛当中 王家人自知闯了大祸 也心神不宁 坐立不安 同样没有办法好好过这个年的 还有常乐市公安局的几十名民警 自从接到报警之后 他们就迅速展开了对嫌疑人的抓捕 作案后 王成峰一度逃离了常乐 市公安局刑侦大队判断 王成峰等人可能会逃往福州一带 在除夕之夜 他们组织数十名警力 前往福州抓捕王成峰和同伙 当时我们在路上 刚刚好别人上鞭炮 犯案人员很快查证 王成峰当时躲在福州的藏身之所 当天晚上大概十点左右 我们得到情报 人在福州一家女神 凌晨一点钟 公安人员对王成峰实施了抓捕 经过十几个小时的抓捕 最终包括王成峰在内的六名犯罪嫌疑人 全部归案 主犯王成峰今年31岁 经营着一家私营企业 警方查证跟他一起到邻家打人的 其实不是社会上的闲散人员 而是他经常往来的生意朋友 那么除夕的早上 两家人之间的风波本已平息 王成峰为什么还要在 时隔几个小时之后 突然又带人找邻家的麻烦呢 对此王成峰说 全是因为中午的一顿饭 除夕那天中午 他跟几个朋友在饭店喝酒 酒过三旬之后 王成峰又提起上午家里发生的事 然后今天早上 这个够倒霉的 那个大国内的私袭 小偷死了一个 死在我自己家门口 已经够短暂的 还要好像觉得 被邻家欺负的样子 王成峰越想越气 埋在心头的和邻家 十来年的恩恩怨怨都想了起来 而让他不能接受的是 邻家对他恶劣的态度 让他想起来就堵心 一起吃饭的朋友也都觉得 王家在村里也算是比较体面的人家 邻家竟然连个路都不让 他们也替朋友叫驱 大家这么一说 王成峰更加气愤了 趁着酒劲 王成峰决定到邻家 再去理论 还要朋友王上杰 王贵华帝等人一起去壮胆 叫他过去给他装疯装一下 也就是说乘一点威风 这样子骂一下人家 他给他装装胆 就这样 王成峰带着王上杰 王贵华帝 又叫了几个朋友开了两辆车 来到邻家门前 想去出气撞威风 结果却演化成一场失控的惨剧 导致邻家五人受伤 一人死亡 我真的没有想去跟他打劲 或者甚至想把他打死 根本没想这个事情 王成峰说 他们几个人都没想到事情 会是这种结果 回想起来觉得非常不值 我们几个都是有事业的人 不是社会上流氓 一定要把对方打死 我们并没有这个打算 我们几个都是做生意的 都不是打架的人 那么欧斗过程中 又是谁下的狠手 将邻家母亲刘凤金打死的呢 几个人都说 邻家母亲不是他们打的 警方就此开始调查 最后查证 刘凤金是被这个叫 王贵华帝的犯罪嫌疑人 打中头部的 王贵华帝今年31岁 常乐世人 无固定职业 他也拿东西打过来打过来 这样子 我们也打过去 防守打过去 也不知道怎么是 看着差不多都看不起 谁谁谁的 王贵华帝说 那天在现场打架的 劝架的 全都搅在一起 他都分不清谁是谁了 他记得好像 他用棍子打到了一个人的肩膀 他自己也被打了 但是直到离开现场 他都没有意识到 竟然发生了人民案 现在后悔 再怎么后悔 没用 他根本就没意识到 打成人命来 他年轻人这种冲动 对自己的行为 这个判断跟控制 就高估了自己的控制力 现在几名犯罪嫌疑人 涉嫌故意伤害罪 被关押在看守所内 等待着检察机关的公诉 主犯王成峰 因为一切因他而起 更是后悔不已 当然不是了 后悔是的 再来说 非常单纯的 觉得我没面子的 因为明显的 你会看两栋房子 一栋房子盖的肯定比 这边这个真的好 他自认为我的身份地位 包括林影响 都比你强了 对不对 我做这个也是做不了 就伤了面子 从出事至今 已经快两个月了 林家人仍然沉浸在悲痛中 而王家人 也因为王成峰 闯了这么大的祸 不敢在家待了 十几口人都躲了出去 大门紧闭 院内冷冷清清 六栋楼里 看不到一个人影 今天的案件 格外的让人唏嘘 由于小偷的一次 意外的闯入 在同一天里 两个家庭的命运 发生了骤变 就为了争一口气 为了所谓的面子 这个结局 是无可挽回的惨剧 我们经常说一句话 叫退一步 海阔天空 都是街里街坊 左邻右舍 遇到争执的时候 大家怎么就不能冷静下来 各自退让一步呢 这个时候 如果大家都往前走一步 那结局一定是 两败俱伤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 今日说法 观众朋友们 欢迎您接下来继续收看 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 综合频道的其他内容 明天见 中央电视台